又是一个因为塔后下大雪不能去滑雪的周末 住在湾区的我们想要去公园徒步也必须和天气赛跑 在连续两个周末都轻装徒步11 mile之后 我们决定 其实是我决定这个周六的上午来一次负重训练 周六的一大早 高寿子就被揪着起床了 每人都把背包塞进了20磅的负重后 来到了我们最常光顾的 Coyote Hill Regional Park 为添暖后的backpacking行程做准备 因为很久没有负重走路了 刚刚走上一分钟 高寿子和我就开始抱怨太累了 在路边各自调整了背包的各种绑带之后 我们继续前行 走了一二十分钟 渐渐适应后 并不觉得这个背包很重了 选了一条人比较少的tree 结果走到一半 刚下过的雨把路都淹了 高寿子试了一下水的深度 确认徒步鞋不能走过去 我们就只能掉头回到公园门口重新选路线 然后高寿子给我讲了一个他上年时的backpacking的小故事 中学时的一个暑假 16岁的高寿子和他15岁的表弟 参加了一个环伯朗风的backpacking下令营 因为他们平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训练 所以就选择了普通组而不是精英组 没想到普通组里的孩子平时可能什么运动都没有 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 强壮的孩子就得帮他们分担负重 高寿子当时既要背自己的包 又要背一个姑娘的包 有些完全走不动的孩子需要别人抬着走 带走到靠海湾的一边后下起了小雨 高寿子怕装在背包里的睡袋打湿了 就穿上了防水外套 把衣服放到背包上 看起来像一个大驼背 而我背包特别大 个子矮 估计我们俩在旁人看起来都是很搞笑的 走到5mile的时候 高寿子和我都感觉有点累了 前两周不负重的时候 走到7、8mile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 最后的2mile 气温也有点升高 两个人都走得有点出汗 好在温区春天各个山头都绿意正浓 这样稍稍有点累的徒步 是工作一周后 大脑和情绪最好的放松